不管我當副市長 我當市長 角色不一樣 認真的態度永遠是一樣 就是希望能夠立即有效的 當下解決所有的問題 所以把我當下好好做事 承擔責任 挑戰 然後全力以赴 不計成敗 永遠是我不變的 其實人的很多的過程當中 我從來不會去質疑別人的有些想法 像佳榮先生 在很長的一段過程當中 做了很多的大家不一樣的一些看法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也許他做了一個選擇來到新北 我也相信他來到新北 就想了解新北 認識新北 也會愛上新北 就像我一樣 每一個人來到新北 我們就會投入關心 讓我們用這樣一個態度 對我們可敬的對手 要避重就輕 達非所問 人家要問你 這個如果選了市長 之後會不會又去選總統 就yes no 那為什麼還要這樣子繞著一大圈 像大陸基一樣 不斷跳針 這個就是猴士風格 這就是很多人很挫折 跟你問問題 你就好好的 能夠呢 這個不要講說有求必應 你至少說能夠去聽清楚別人問的問題 然後不要就站了三分鐘時間 這個就是現在新北市 在侯市長治理下的問題 聽不見人民的聲音 然後都按照他自己理解的話 自說自話 事實上 如果你要選 新北市長 這個任期就是四年 講做好做滿這麼困難嗎 因為你的發言人 都還講 選上的市長在選總統不是落跑 你的競選團隊 也是這樣子在運作 要大贏我四十萬票 好得到選總統的門票 所以答案已經很清楚了 你沒有否認 這兩天 在新北市的一些路口 有看板出現 巨頭半年市長 因為這是一個民主政治選舉 大家的一個契約 而你不敢講 好這一點我先做一點 這個說明 兩位候選人好 許多中間選民 對兩位有一個相同的疑問 這攸關選票要投給誰 那就是心 心臟的心 有沒有專心愛新北市 嚴肅的議題 請容我用通俗易懂的愛情 來做比喻 因為這一題是侯市長先作答 所以先請教您 對侯市長而言 對手指你未來會有條件更好的對象 認定你會愛上心歡 半年多就會離開新北的舊愛 你如何證明真心愛著新北 如果最後要參選2024 你要如何跟新北市說分手 對林部長來說 對手說台北市才是你的正愛 新北只是你臨時過水的心歡 因為台北愛不到 情勢所逼才不得不愛新北 你如何證明真心愛著新北 謝謝 好 謝謝李先生所提出的問題 我們請抽籤順序一號 侯先生發言 請發言 非常謝謝我們信宏的提問 其實我這一生走過來 我永遠抱著我不忘初心 初心是什麼 為國家人民好好做事 我從一個基層的刑警 一步一腳印 爬了15個位置 現在來當新北市的市長 我心中的信念跟價值永不改變 這個價值是告訴我們 就像當年我在基層的時候 因為我是刑警 拿著短槍對衝鋒槍 走過沒有王丹一的歲月 又辦重大刑案 每天出生如此 今天早上出了一個勤務 能不能回來 沒有人告訴你 一個標準答案 我看過我的同仁 出去了跟我站在一塊 走了 我就這樣子每天活在當下 好好的去承擔 我現在擁有工作的責任 努力把握每一天 我希望在過每一天的過程當中 我的信念是希望不斷的去超越昨天 把昨天所碰到的問題 今天要解決好 也要規劃把明天做到更好 我抱著這樣一個信念 一路走過來 讓我看到我們新北 跟我這麼多年來 每一個事情 他們的小事 都是我的大事 我都用全心全力的 把握我現在能夠為他們 服務的機會 全力有護 讓他們能夠過到安居樂業 所以這幾年來 不管我當副市長 我當市長 角色不一樣 認真的態度永遠是一樣 就是希望能夠立即有效的 當下解決所有的問題 所以把我當下好好做事 承擔責任挑戰 然後全力以赴 不計成敗 永遠是我不變的 其實人的很多的過程當中 我從來不會去質疑別人的有些想法 像佳榮先生 在很長的一段過程當中 做了很多的 大家不一樣的一些 看法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 也許他做了一個選擇 來到新北 我也相信 他來到新北 就想了解新北 認識新北 也會愛上新北 就像我一樣 每一個人來到新北 我們就會投入 關心 讓我們用這樣一個態度 對我們可敬的對手 佳榮先生 我們的老朋友 都用一樣的弘揚心情 我們面對現在新北的發展 好好的提出宴景 大家面對未來的宴景 都能夠全心全力 守護新北 我們大家一起加油 謝謝大家 我會盡力 把握當下 呵呵阿瑟再次 謝謝發言 接下來我們請 抽籤順序二號的林先生發言 請發言 說實在的 我聽不太懂侯市長剛剛的回答 我想發言人應該也是一頭霧水 真的不需要避重就輕 達非所問 人家問你 這個如果選了市長 之後會不會又去選總統 就yes no 那為什麼還要這樣子 繞了一大圈 像大陸基一樣 不斷跳針 這個就是侯市風格 這就是很多人很挫折 跟你問問題 你就好好的 能夠呢 這個不要講說有求必應 你至少說能夠去聽清楚 別人問的問題 然後不要再站了三分鐘時間 這個就是現在新北市 在侯市長治理下的問題 聽不見人民的聲音 然後都按照他自己理解的話 之說之話 事實上如果你要選新北市長 這個任期就是四年 講做好做滿這麼困難嗎 因為你的發言人都還講 選上的市長在選總統不是落跑 你的競選團隊也是這樣子在運作 要大贏我四十萬票 好得到選總統的門票 所以答案已經很清楚了 你沒有否認 這兩天在新北市的一些路口 有看板出現巨頭半年市長 因為這是一個民主政治選舉 大家的一個契約 而你不敢講 這一點我先做一點 這個說明 那麼我是愛台灣的 包括愛新北 新北是我父母 從中南部來的第一個城市 我們雖然住在偉章建築 在很多像山蟲 蘆州 新莊 板橋 土城 很多的島內移民的人來這裡一樣 我們滿懷了希望 希望能夠讓生活能夠 這個有未來 然後能夠翻身 我長年的訓練就是 從學生運動到學術界 我就是做台灣的國土規劃 所以我不管是台北或新北 我都是用首都圈 我當交通部長 就在解決你們台北新北 朝來朝去 沒辦法解決的問題啊 包括基隆捷運 跟連結西東捷運 包括淡北道路等等 那我在台中市的治理 我十年磨一劍 已經證明了 我有治理的能力 所以我心愛台灣 我愛新北 因為我不能看到新北 繼續空轉 新北需要翻轉 真的 新北是有最好的條件 再次呢 那麼 需要有一個 能夠有變景跟規劃能力的 城市的領航員 而不是以公務員 那麼說 好好的去做事 就能夠把事情給做好的 所以 謝謝 這一個發問人 給我這個機會 這就是對比 選擇林佳龍 承諾做四年 選擇侯友宜 他半年 就會落跑 謝謝 謝謝 最後 接下來我們請第二位發問人 施宏基先生提問 是 我看來 這裡 在這段時間 感谢观看